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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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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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ward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有一个说明镜与点栏目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因为这两个 小线 还有 检面上栏目 好 搞定 好了 接下来看照片 试一下 按setting 好了 我们看到有什么可以玩呢 首先就看到advanced 咦 这里有个叫condition to show object 即是说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show object出来呢 很明显答案等于200 咦 我们有个 variable叫answer 很明显答案等于200 但是因为这个要用George Park的script 就不是一般数学的公式 其实是一个編程的要求 在这个case上 其实要打answer等于200 那这个怎么来的呢 其实要借助一下 可能check gvd帮忙 因为这个不必知道的 除非你老师学过編程 比如python c 那些language 如果在不知的情况之下 怎么下这个script呢 现在好想有个东西叫做check gvt 可以借助 比如我用这个版本 叫poe app里面的gvt4 真的帮到手的 我们看看怎么做 那我们看看check gvt 怎么帮我们 去完成一些George Park的script 本来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的 那其实只要我们将问题 讲得清楚呢 即将我们的context 讲得清楚呢 其实它真的帮到手 好了我们打个problem了 Let's say inGeorge Park 首先要个context 即它真的知道什么叫George Park 这个app 在一个sort for里面 一个画图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我就说 当学生他输入一个答案 在input box里面的时候 我就说 I want to show an image when the answer is correct How to do this using George Park George Park用的script 就是有个名堂的 它就叫George Park 好按enter 看看check gvt有什么答复 咦 它真的列了一些步骤出来的 只不过是用文字去教 即它不是YouTube 即它不是YouTube 即是YouTube video 那就逐个逐个step 即是视觉化 展示给你看 它是用文字去答你的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但是好处就是 它真的很有步骤 系统是step1 step2 step3 step4 这样做出来 好了我们看看 首先就create个number 和input box 刚才我们做了的了 那这个input bar 就要订一订 and等的0 那我们用了answer等的0 好跟着 就upload 一张相片 就是刚才 都有做到 跟着第三就是 好了 You create a bullet to check the answer 那这个就是我们正正想 讲的一件事 那这里它的做法 有少少不同 那基本上呢 就是correct 等于 and就是answer 等于200 其实这个呢 就是check out the end 究竟等于200 这个数值 回到George 其实就是这里了 就是condition to show object 那我回答答 answer 等于200 那其实都是来自 这里这个script 不过这里我没有跟着它的写法 好跟着 link the image visibility to boolean 就是呢 就是将它两个connect了 那这里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好 回到George 在这里 那看看 那我们set了之后呢 可以靠测器 那现在呢 正在answer box 如果他打100 学生他打100 那他真的会不show 打一个0 对了 不会show出来的 他答对 200 就会出了 好 那但是呢 还有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想说 如果他答错的话 给点鼓励的说法 可以不可以 就是不要没什么 就是他答不对 你都要有些东西 说出来 才是一个 比较完整点的做法 好了 那答不对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要找一张 就是他答不对的照片 去Google 那 let's say 不要说他错了 我们叫他加油 按回这个加油b add all 对了 好 搞定了 接着呢 在这里呢 又再加一张照片 回到George Image 好 稍微大一点点 缩小一点点 这样 那张照片 比较差一点 不过不要紧了 这里呢 接着呢 这些control point 我们抠掉了 好 接着呢 到照片本身了 好 我们试一下 首先 我们看看 Advanced Condition to show object 今次呢 叫他加油 这张照片 什么时候要show呢 很密切呢 就是Answer 不等于200 好了 不等于呢 怎么说呢 那如果 就学个编程 先啦 如果未属编程 的同工呢 那我们就要问 查gpt 再回到这里 how to let's say specify answer not equal to 200 就好像一个人 那样问他呢 就是究竟 如果我想set 个不等于200 的 条件 那应该怎么set呢 那他真的 会回答你的 好了 回到这里 step1 又是create a number and input box 其实我们等下 boolean的condition set 好了 and不等于200 咦他真是这样打 不等于啊 咦 其实这个符合 不是一定打到的嘛 没办法 还有第二个写法呢 未必打到的啊 譬如呢 叫个list 另一个方法 表达and不等于200 好 基本上呢 再看一看 比例 我打100 咦 出到啊 对了 这个加油 200 答对 就是correct 打了0 就是加油 好了 基本上这里呢 已经是 原本解决的问题 只不过呢 即使他不打 这个加油 有一个字呢 会照射出来的 就是还有少少的 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除非我这个answer box呢 就不是用一个数字的输入 而是用一个 纯文字的输入 但是呢 如果纯文字的输入 又要把它转回到的数字呢 又要用 其他功能 那我们不想复杂了 就是 有少少的瑕疵 都没所谓啦 反正 就算他不打东西 那我们就去 鼓励学生的一个照片啦 那我相信学生都会觉得 这个是有趣的 答对 就是correct 好了 这条片呢 我们就在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